若果有50驟留下 中間工程中 最終只有20驟留下 今年艙船20驟留下 完成不到才能不得下場 你們留下的就是由於 做行為動作 做落的姿勢做得好 可以留下的 所以最主要的是 聽KK指導你們是怎樣做 而且每同學會跟著你們 帶你們去做些基杆工 上車、下車、呼吸那些技巧 你們專心去學好這些 對你們想進入教室的就會有得著 他們是我們這次Fizz的藝衡教室 project 派員William 是一個Spy 簡稱William Sade William Sade 今天是藝衡教室第九次 九年了 一百零四人 最後是有50名的第一關 再一次測試20人 到最後有五隊 今天有104位運時 William是其中一個 希望不要那麼快起床 我也是打算看看怎樣 可以上下車會快一點 目標 24來 第一年玩真的想著生日會想快 但是最後還是會弄自己傷害 KK Sir 他的重點就是不要受傷 一百K的路程 其實要時刻 警惕自己不要受傷 所以要學足夠的技巧 行山舞、跑步舞 都是著重安全 每次跑步、跑山 越跑越健康、越跑越不用擔心 今天其實不是很辛苦 今天其實是輕鬆的 而且他主要是教我們上山 和下山的技巧 我覺得是好的 大學是好的 都是想練功課自己的技巧 長玩長有 都是 走也不累 好像這樣說 走過沒有走 就是盡量要練好 另外的腳感 如何練到又鬆又柔 這件事要不停地學 不停地練 真的很專心很專心練 你才會掌握到一些練習 才會掌握到一些練習 才會掌握到一些練習 操練 最深印象是 來回草山 因為那裡都比較吃力 但是看到大家可以慢慢 一步一步地走上 整個畫面都很壯觀 都是一條氣上去 沒有停過 都是沒有喘氣 都是用它的技巧 都是很好 能力高的人 他們就是把自己的好勇鬥痕 那些火收下來 跟隨我們做回這些常規的動作 如何上山下山 注意的技巧 演繹出來就可以了 他們比較少運動的 比較弱的 但是想他們這次可以留得低 當然他們自己 在這兩三星期裡面 他們要加多一點 他們自己的不足的方向 去做下去 贏了